《藝術之子》 《藝術之子》這個戲 講的是一個劇團的排練過程裡面發生了性侵事件 一位男性導演 一位藝術家 藝術天才 他把契科夫的海鷗改編成裡面兩個主要的女性角色 妮娜和阿爾卡吉娜 他們爭奪同一個男人的張力 戲中戲本身就已經在討論劇場藝術 談論女演員的掙扎 劇作家的使命 對風格的追求還有迷失 各種的執念不知不覺 讓自己或者是他人變成了犧牲品 為了成就偉大的藝術 當大家都以藝術為名 就造成了一個混淆 當底線不存在的時候 是否也是藝術的高度會有所突破的契機呢 藝術之子是我在國家兩庭院住管兩年所發展的創作計畫 並且跟長期關注女性議題的綿綿工作室劇團合作 一開始是從MeToo運動 從台灣知名小說 林一涵 仿四期的初戀樂園出發 起初是想透過劇場的形式說一個故事 最後卻反身面對身為劇場人的權力關係還有勞動環境 我有可能扒開自己最熟悉的場域嗎 男人的藝術 可以看作是這一個男性的導演 但是在中文裡面他也有小孩或是作品的意義 我想說的事情是性暴力會徹底的改變一個人對自我 對人性的認知 一旦發生之後 他不是一個傷口結痂 然後就會掉下來的東西 那個傷會和你共存 會成為你的一部分 劇中的女主角她生養教育了下一代 而我則是產出了一個作品 我們都在各自的生命中透過不同的方式去回應這個傷 創傷復原絕對不是英雄旅程 她永遠都沒有好了的一天 倖存者的日常就是每天反反覆覆的在自我辯證的地獄裡面 這是這個作品裡面我很任性的絕對引起 生下了這個作品之後 我們當然想要帶著這個孩子到處去走 跟世界各地關心這個議題的人繼續對話 這個故事可以發生在更多不同的空間之中 我們曾經在只可以容納幾十個人的排練場演出過 也曾經在可以容納一兩百人的黑盒子實驗劇場演出過 所以只要是有排練場有劇場的地方 這個故事這個作品這個主題正在對你們發出邀請 是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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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是誰是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